今天是5月6号星期五 隔离的第九天 我的症状跟前两天一样 只剩下喉咙有些微的痰 然后会想清喉咙把他咳出来 凯蒂还是健康 活动力也是挺旺盛的 没有什么大病痛 没有什么症状 他咳嗽 也是一样喉咙有痰 但是他跟我们之前确诊的不一样 就是他没有发高烧 睡觉的时间前两天 他的比较看得到 他常在休息常在睡觉 今天就还好了 他就是还蛮清醒的 我上网查说我以为我隔离 是10加7就是10天 在家里然后7天 可以自主隔离就是快筛这样 自主健康管理但是 他们的算法其实不是10天是 11天从确诊就是你去 医院做PCR的时候 算零 所以我这样子 如果28号直接加10天 是到5月8号 可是实际上就是你算是会有11天 我的居家隔离单也是会写你的 在家到底隔离几天 就是4月28号到5月8号 所以就等于说我5月9号 如果想要出去才买的话 是5月9号才能出去 就是这样子 所以 没关系啦 反正已经隔离那么久 没差哪一天 而且其实我也没有很想要出门 家里没有什么必须要采买的东西 然后物资一切都还 目前都还够还行 然后 爸爸他从去医院看病之后呢 接到一通细子国态的电话 就是让他确认说你是阳性你是确诊 没有跟我一样每天都有电话 或政府单位的解讯 就是自主回报这样自主通知 他就是都没有收到 所以像我的朋友说 我们可能 因为我有收到那个疫情 那个防疫包 防疫箱 我朋友说那该不会我们家就是收到三箱吧 前提之下要 要是不是边缘人才会刚好收到三箱 我是很幸运 刚好他们都有给我 按照他们程序该给我的东西 比如说最重要的居家隔离单 然后还有他们所谓的防疫箱 每天的电话 每天几乎都会打电话 像最近这两天没有打电话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步骤 因为毕竟已经隔离亏好了 所以只剩下线上简讯的自主回报 就是有问题要会知道这样子 可是国昌都没有收到任何的东西 所以呢 还有像凯蒂的电子隔离书 他有打电话来跟我确认他的资料 因为像我的话是打电话跟我确认资料 说这支手机是你的吗 然后我们要寄你的电子隔离书的电子档 然后如果确认是你的话 他就会寄到这支手机的号码 然后就会有那张证明 还是因为凯蒂是小朋友 所以他们用书面的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样 看看还有没有政府单位打电话给我 不然就是我打过去 因为他们实在太忙了 然后每日的确诊人数一直寄真 这样子 反正我就说我们三个人会在一起 然后等爸爸隔离起满吧 然后看怎么样 如果下个礼拜我有空要出去采买的话 其实我也可以出去 我问过卫生局说 一些就是人家全家人都确诊的话 那这样子我好了10天 10天在家里10天好了之后 我必须在居家隔离3加4吗 因为我跟确诊者同住这样 然后对方卫生局的跟我说没有关系 说我要出去采买还是可以出去采买的 因为我之前反正已经隔离了10天这样子 后面就是自主管理了 大致是这样 在表现到底在訓楼上 也是什么 你觉得材料